在山东微海街头,一只四岁的狗狗,每天拉着小车陪主人逛菜场,六弯的场景,总能吸引众人的眼球。与其他狗狗相比,很少听到它的叫声,总是默默跟随在主人身旁,贴心地守护着主人。 狗狗的主人是65岁的苏大爷,据他介绍,四年多前,他从朋友那里抱来了一只刚出生的狗狗,由于毛色黑白相见,就给他取名叫黑子。都说狗狗通人性,此言绝对不虚,黑子即通人性,他的智商至少相当于八九岁的孩子。 说起自己的爱权,苏大爷赞不绝口,每次苏大爷出门,尤其是去买菜,黑子只要一看到主人手里拎着袋子,总是跑过去抢下来。 于是,为了图个方便,两年前,苏大爷用马扎河框,坐了一个小车,绑在了黑子的身上。也许你不相信,黑子第一次拉车没闹一点脾气,而且从那以后,每次出门都会主动示意。 我帮他绑上小车,自从拉上了小车,黑子承包了家里所有外出的搬运工作,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苏大爷说,黑子不但平时帮家里拉米面油蔬菜水果,他还经常拉着八九岁的孙子玩耍。 如今,苏大爷和黑子的交流,有时候他只要一个简单的眼神,黑子便能心领神会。望着黑子的背影,让人莫名心生感动,摄影,小王长镜头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严谨转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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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